现代考古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发现,奇奇怪怪的什么都有,在球上的石球阵算是一个,与英国、法国等地发现的史前十全不同,石球阵全是由大大小小石球组成的,显得很神秘,到底是谁留下这些石球,至今未有权威的说法。 最有趣的观点认为,石球阵与欧洲发现的巨石阵一样,是外星文明在地球上的遗迹,可能吗? 订阅老海说是,了解奇闻异事,地球上已发现了很多神秘的石球,几乎遍布个大洲,如中亚的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北美的美国。 澳洲的新西兰,再到北极的弗朗兹约瑟夫地群岛中前普岛,都发现了石球,它们的直径从两厘米到基米不等,这些石球显然不是古代人类全都能制造的, 其中发现数量最多,最集中,最有名的石球遗址,在位于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境内,这片梧桐树下细凤凰头条号,具体来说哥斯达黎加的石球。 1930年代末,美国名叫联合水果的国品产销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南部迪奎斯三角洲热带丛林中,开辟新的香蕉种植园,这些热带丛林当年都处原始状态。 平常不会有人进入的,在清理八号胶园过程中,在胶园一余,砍伐队的工人们砍去杂木,翻挖泥土时发现不少冒出地表的巨大石球,称为波罗斯特皮耶治,联合水果公司一高管的女儿叫多里斯斯,她听说后前去调查,还有考古学家乔治奇坦,调查报告刊登在1943年的美国杂志上。 虽然当时正处二战期间,但仍在全球仍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考古学家到探险爱好者,各路人马分支踏来,哥斯达黎加罕见出现了迪奎斯三角洲寻找石球热。 至今这些石球仍为网友所津津乐道,说得神神秘秘的,进一步调查,在迪奎斯三角洲热带丛林和卡诺岛上又发现了很多石球, 这些石球分布在山谷和山坡处,经过精心打磨,球面很光滑,这些石球,被为迪奎斯球体或迪奎斯石球,2014年。 这些石球已带有迪奎斯石球的前哥伦布时期球长聚居地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迪奎斯球体在石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组织专家前去调查,对已发现的石球和遗址进行评估,确认是否可以授予世界文化遗产地位。 评估报告认为,迪奎斯球体对人类具有突出的价值,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人类学教授,中美洲历史研究专家约翰·霍普斯参与了当年石球深移的评估工作。 霍普斯后来成为迪奎斯球体的权威研究专家之一,曾专门就此进行考证,写过研究论文,在哥斯达黎加境内,迄今已发现了三百多个石球,估计还有未发现的石球。 很多石球聚集在迪奎斯三角洲十号地区,现在的遗址公园以农场六为中心,有些在原地保持初始状态,但不少已被后人移动,重新安置过。 这给后面的考古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困惑,迪奎斯球体为什么会引起全球轰动,原因在其身上存在很多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地方。 显得不可思议,也就是所谓的石球谜团,谜译,误差只有百分之一,如何做到的,迪奎斯球体的最早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二百年,晚至公元一五零零年,为前哥伦布时期,球体接近真元,直径误差小于百分之一,趋率控制精确, 这个精度在古代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堪称绝活,根据现代制作工艺要求,工匠必须具备几何学知识,同时拥有高超的加工技术,更关键的是,还得有坚硬的工具及精密的测量设备来加工这些石球,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 没有金刚钻缆不了瓷器活,而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拉丁美洲土著人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呢,当时是以球长为核心的等级部落,专家推测,工匠先将选中的石头从山体中开采出来,然后加热石块,易于将其打造成粗糙的球形,然后再使用打磨工具精心打磨,形成光滑的球面。 那会是什么打磨工具,推测是沙子,米二,原地没石头,石球哪来的,迪奎斯球体的质地多为灰肠岩,而在发现石球的地方并没有这类石头,据分析是从80公里外产灰肠岩的地方弄过来。 已发现的石球小的只有0.7米,最大的直径间2.8米,重达16吨,小石球还好说,那么大那么重的石球是弄过来的,又是怎么弄到几百米高的山丘上的,米三。 石球上图案表示什么?不少低窥丝球体上刻着不同的图案,有直线有斜线,还有圆形三角形等,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呢? 现代人对此一头雾水,莫名其妙,由天文学家分析,石球的图案可能是不同的星座图,石球也是按天上星座的位置摆放的,据此思路进行试验,真的连出了不少星座图。 但现在的问题是,还有很多图案并不是星座,石球的摆放,以东西方向为主,不少石球的位置都被后人挪动过了,并不是原始位置,迷思,石球做什么用的,这个问题专家观点争议最激烈,一说是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石球的功能相当于权杖或是中国过去的排放。 约翰·霍普斯便持此观点,他的依据是,在石地调查时看到,一座小山丘上的一处民居的入口处,发现了几个这样的石球,这或许是说明该村庄住着某位大人物或某几位重要人物,但在无人居的地方也发现了石球,又怎么解释? 一说宗教用途,可能与太阳或星球崇拜有关,至于公共区域,进行宗教活动,可很多存在石球的地方当年并不是公共区域,更谈不上重要,一说地标用途,与现代各地的地名地标类设施功能是一样的,出现石球的地方表现,以该地属于某个部落。 约翰·霍普斯在居住区入口处有石球,这样理解也不是不可以迷雾,为什么不建制作工厂? 有学者认为,石球是现在已消失的敌魁斯文化产物,那些古印第安人血统的土著工匠们,不只精于制作石球,还能制作精美的石雕,这在遗址上都有发现,他们制作和制陶瓷,骨头与黄金饰品也都很精美。 他们于公元前1500年至300年,出现在今天哥斯达黎家的特拉巴河谷,这里肥沃土地,生态丰富,拥有多种动植物,他们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 有强大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制作这些石球便需要高度社会分工和合作,不可能是个人和一个几个家庭可以做的。 居住在迪奎斯三角洲的酋长领地创造了等级聚落,通过不同的序列组成部分,表达不同层次权力中心的划分,考古调查也显示,这些石球的存在就是前哥伦比亚酋长领地定居点等级社会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生产结构的实物证据。 这些特殊的石球,是前哥伦比亚时代社会的艺术传统和工艺能力的特殊证明,石球分布的区域。 至今生活着土著伯鲁卡人,布鲁卡和特拉瓦人,特拉瓦人,其中的特拉瓦人是哥斯达利家中南部最大的原住民族之一, 他们都属于印第安人血统,保留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工艺,包括面具和编织这类独特的艺术。 所以,不能排除石球是他们祖先的遗产,这一说法挺有道理的,也是石球身一成功的依据和理由, 这些巨大石球应该有大型加工厂,但是,迄今在哥斯达利家境内也没有找到相关遗址, 这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承认石球有很多谜团没有破解。 但这也是石球的魅力所在,继续让研究人员猜测他们的制作方法和工具, 由于谜团尚未全部破解,没有得到更权威可信的答案,迪魁斯球体的猜想也随之出现。 一是,这些石球是星体观测的产物,土著人已有很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可能知道太阳系。 每个石球代表一个星体。 二是,这些石球与智力复活节岛上一群巨型摩埃石人像。 摩埃,有关联,可能是海上导航辅助工具或标记,海边和山丘上石球可能有这个作用。 三是,亚特兰蒂斯人留下的遗物。 亚特兰蒂斯又称大西洲,是消失在大西洋底的古老大陆,传说拥有高度文明。 在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 四是,外星人的遗物是留在地球上导航标记这种说法很有趣,可能会有网友说这猜测最扯淡。 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外星人,无从证实。 但不论石球的真相如何,迪奎斯球体给哥斯达黎加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旅游资源是事实。 早在2011年,哥斯达黎加以民宣布石球为国家象征,并印到了哥斯达黎加流行纸币上。 值得注意的是,石球分布广泛的迪奎斯三角洲,也与百慕大三角洲一样,成了地球上神秘和诡异之所之一。 这给飞机实类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发挥空间,还上了大片夺宝骑兵。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